这是我时隔三年多再次来到莫斯科 也是我连任中国国家主席后 首次出访和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 十年来 我同普京总统建立了密切关系 保持战略沟通 推动两国战略协作取得丰硕成果 我同普京总统一道 回顾了十年来两国关系发展的成果 一致认为 两国关系远远超出 双边范畴 对世界格局和人类前途命运 至关重要 双方本着 孟靈友好合作共赢原则 推进各领域 交往合作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双方将以宽广视野 长远眼光 看待和把握中的关系 为人类进步事业 做出更大贡献 做出更大贡献 就算了 双方本着